大家好,我叫光年 我今年五歲了 我長長的頭髮 我是一個小男生 因為我要把頭髮 捐給得癌重的小朋友 她在小時候 然後和姐姐一起看紀錄片 然後有一個關於癌症小朋友的 然後上面就是有一個小女孩 她最大的願望就是 擁有一頭屬於自己的頭髮 然後當時光年就說 媽媽把我頭髮給姐姐吧 我就隨口說了就我兒子 我說你頭髮有點短 然後沒想到她就說那我留長吧 那這期間肯定會就是有被誤解 然後大家就是有質疑 然後光年總是就是笑一笑 就說因為我要幫助我的朋友 她以為那個紀錄片裡面的孩子 是她的朋友 我和爸爸都非常尊重孩子 並且支持孩子 因為在她告訴我們 想要留頭髮幫助別人的時候 我們就告訴她 你有隨時可以喊停的這個權利 我們也是沒有想到 孩子自己能慢慢堅持下來 三年 五歲 當然多理你吧